健康科普,来看看百科名医法,国家药监局,中国自主研发炭艾滋病新药货币上市记者从国家药监局获悉,我国自主研发的炭艾滋病新药,爱不为太长效注射计或批准上市。 这也是我国首个炭艾滋病长效融合抑制剂,该要的上市表明,我国抗艾药物实现了零的突破,那是不是意味着人类终结艾滋病有望了呢? 虽然目前艾滋病仍是无法治愈的,但是从总的趋势来看,艾滋病已经从死刑变成了可控疾病,现在已经用不着谈艾色变,只要措施得当,相信未来是可以攻克艾滋病这一不治之症的,让我们拭目以待吧,如何预防艾滋病呢? 目前尚无预防艾滋病的有效疫苗,因此最重要的是采取预防措施。 其方法是,意见之洁身自爱,不卖淫,嫖娼,避免婚前或外性行为。 2. 严禁吸毒,不与他人共用注射器。 3. 不要擅自输血和使用血制品,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。 4. 不要借用或共用牙刷、提湿刀、刮脸刀等个人用品。 5. 使用安全套势性生活中最有效的预防性病和艾滋病的措施之一。 6. 要避免直接与艾滋病患者的血液、经验、乳汁和尿液接触,接断其传播图形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